中国有个成语叫贼喊捉贼 美方官员对中方的无端指责 依我看 字字句句 说的都是美方自己 近年来 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 侵犯他国主权 所到之处 硝烟四起 无辜民众 伤亡巨大 大量难民 流离失效 不久前通过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进一步将国防费增加至7,380亿米 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0%以上 居然还好意思指责他国军费归为局 在太空问题上 美国成立太空部队 大力发展太空作战力 推动太空军事化和军备竞赛 严重威胁太空的和平与安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